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 又来到华山论世节目 今天又是和我的拍档刘兰昌和大家谈谈 大家好 讨论一下大问题 其实上周五也和大家提过 今天会说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即是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 其实这个是艾森豪威尔美国总统 也有特别提过 大家要留意 美国有这件事 即是军火箱和工业之间 大家所做到的事 已经越来越大了 会不会真的将来有一天 成为一怪兽 一个怪物 即是影响到美国的国策 怎样做呢 因为老实说大家都明白 美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 立国245年 打了220场战争 没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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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没停过 打仗 其实你消耗的除了人 一定是军火 即不是刀刀枪枪那些 现在越来越厉害 就是你刀刀枪枪 军火的消耗 就比人更加重要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会不会就是 不是dog wax the tail 是由tail wax the dog 即是美拼狗 不是狗拼尾 有个说法就是 以前 Prussia 普鲁斯 就说 普鲁斯有支很好的军队 但是另外有人解释 其实不是 普鲁斯的军队 有一个国家 即是现在 我们现在看回 美国 是否美国有支很强的军队 军队由这个军工业支撑 还是美国有军工业支撑一支军队 来支撑和控制一个国家 你怎样看 大家都觉得 美国制度的设计是互相制衡的 即是所谓民主式 三权分立 互相制衡 现在你先说的军工复合体 它虽然虽然在哪裏 它是这些东西捏一支 我认为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黑社会 最有权力的黑社会 最能够影响世界黑社会 它的钱最多 它的军火是最强 它对全球的影响力是最大 所以这个所谓的美国现在的军工复合体 现在这个毒楼 不但只影响到美国的国策 即是你先说的 美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 即是没有战争 你就没有生意 就没有钱赚 所以实际上 它现在不但影响到美国国策 是对全世界的和平稳定 是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想我们先讲讲 其实我们先讲讲 哪些公司 即是有几间公司 是很大的 我们解释 尤其是今次俄国和乌克兰战争 其实一个很重要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 美国和欧盟没有参战 供给物资给乌克兰 俄国就独力去打 但如果大家这样看下去的时候 就会大家想 为何乌克兰和俄国 支持得住呢 其实理由就是 因为你有无穷无尽的军器 弹药 即是如果不是有全世界 尤其是美国 去供给弹药 我想乌克兰一早已经跪下了 跪下了就不打赢了 但是如果美国不断去供给 普京都出声 就说美国你不要再给他军事 然后最新的东西就是 它在攻击什么呢 就是乌克兰境内的铁路系统 因为你武器来到乌克兰 波兰那边过来 其他地方过来 一定是要靠铁路去运去战区 现在开始炸铁路了 所以你看到 如果你没有兵器 你没有弹药 你没有打 现在你要想想 我最近 我和刘兰昌在这个节目上 做这一集 看完之后我才明白到 其实原来几乎所有的军器 都是美国的军器 所有的弹药都是美国的弹药 这里有几百亿 那边有几亿 那边有十几亿 那边有十几亿 那边有二十几亿 军火、军工 美国军工最重要的那几家公司 是什么呢? Lockheed Martin 这个一打仗 升了30% Northrock 升了60% 雷神 Ravion 升了50% Boeing 也有升到 其实如果大家计算一下 大家看看 为何他们这些公司这么厉害 其实大家看看 Lockheed Martin 最重要是生产什么呢? 飞机 F字头 F-35 F-22 F-15 总之F字都是他的 现在全世界都肯定 现在和俄国打仗 这个又买飞机 那又买飞机 你告诉他们做多少生意 Northrock 做什么呢? 做弹药 做火箭 那你告诉我 那些又是混了多少 飞弹、导弹等 不是一定要跨国那些 一定不是跨国那些 有大有小的 现在最厉害是标枪 标枪是雷神 雷神做什么呢? 外幕者、标枪、英式、刺针、战斧 全部都是他们做的 另外 他还生产什么呢? 所有雷达系统 差不多在飞机上的雷达系统 全部都包了 如果你比较看看 打下一个飞机 那你是不是要建个飞机? 是 那你建个飞机 那你是不是跟Locky Martin 买个飞机? 买个飞机 上面装的东西 那些飞弹 那些飞弹 那些又是要钱? 是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尤其是一场战争 全世界 譬如欧洲国家 我由1.5%的军费增到2% 要做什么? 找多些兵 其实第一件事 就是买军火 买美国的武器 买美国武器 是的 所以他现在 这个军官复合体 为什么说它是复合体呢? 它有五大支柱 第一 首先是军队 是 军队不单是拿枪 炸飞机 炸军舰 这些军人 最关键的是 他的决策者 在退休之后 去哪里? 全部进入这些 全部进入这些雷神 马丁 全部进入这些公司 实际上 它是有个旋转门 即是说这些军人 他们退休之后 就去军工企业 去军工企业 另外这些部分 就去了什么? 去了做议员 去做游说公司 跟着有一部分 又去了智库 大家智库 大家知道 美国最出名的军事智库 是什么? 难得公司 是 他是可以预测到 当年朝鲜战争 中国一定会出兵 唯一是他预测到 所有当时 当时美国 军事智库 对 美国政府的官员 都说 中国不会出兵 他这么穷 兵又不够打 装备很差 一定不会出兵 但是他写份报告 就说可以 至乎 战争 还有媒体 有一班媒体 专门 去说这些事情 就是说 你当年 鲍威尔拿洗衣粉出来 扬一扬的时候 扬之后 你说是大杀伤的武器 那你还有很多的美国媒体 去帮他吹这件事 才行 最重要 如果大家看回 譬如伊拉克战争 分别是什么呢? 伊拉克战争中 是不是很长时间的 是 美国 打到伊拉克散了 大概几个礼拜后 就已经攻入 很快已经攻入了巴格达 接着 就已经是游击战了 换句话说 你用的弹药 其他方面的东西 烂了 坏了 就不是那么多 但是你看一看 今次俄国对乌克拿 现在两个月 是 你可以想到 哇 如果我是军工 混合体 即是军工 如果我是军工 複合体 我就会说 哇 以后打的仗 不要打伊拉克 那些 就是找个人 和俄国打 我顶住俄国 我买军货 你看看 德国 即是德国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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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说 我给一些头盔 头盔都要钱 但到现在 就说 我现在的仓库 是没有军力 可以攻击乌克兰 但是 我会出钱 和军火商 去买 买 美国 例如 已经给了7000支标枪 反坦克导弹 就是乌克兰 占了什么 占了 美国的仓库的三分一 你拿了去 你猜美国要不要补回 如果你这样看 你说 不是的 你不是那么多坦克 其实不是的 在战争中 你给了一个士兵 士兵拿了一支标枪 就是这个导弹 拿着它 走走走走 突然间有在那里 在建筑物射 你一旦放在那里 就吹它 那你又可能是 十几万 几十万 即很可能是这样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你说 那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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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厉害 所以大家看到 一打仗 这些公司的股价 是飙升的 完全是没有停的 我不禁要问一句说话 就是 世界上现在最不想 最不想这场战争停止是什么 就是这班人 这班人是否影响到美国国策呢 影响到 是 如果影响到美国国策 又影响到欧洲 欧盟的 你告诉我 这场战打到今年年底 打到明年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因为大家都是消耗战 刚刚美国国共卿布林坎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去了基辅 他才说 不是坐飞机 坐飞机去了波兰 然后就转火车 因为如果你坐飞机 直接去 所以安全起见 奥斯丁美国国防部长在基辅说什么 你们要打下去 打多少我们都要支持 他又说这些事情 他不是希望你尽快停止这场战争 这就不是说这些事情 不是速和的 是速战的 其实他们就是受这班财团的影响 就是说 打得越来 他们就要赚钱 但事实上 你如果从美国的利益来说 你抛开美国这个军事工业 这班人来说 我觉得你美国真正是赚钱 除了打仗之外 你还有很多方法 你未必全部是从这个战争中去赚钱 即是说实际上 另一班人可能希望早些能结束 但这班人的力量就不够军功复合体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去到这样 为什么俄罗斯要退军 转战 是一段时间 即是暈点 即是弹药 即是弹药 其他上去 即是前线 亦都可能 就是说 你用到七七八八 是 你带的弹药 可能够四日七日 即是 射了 那你要补给 但是乌克兰就源源不绝 因为为什么 有美国佬照 我出军火 就是你出命 你说这样打下去 即是世界怎会有和平的人 实际上 我觉得 美国这个军功复合体 很多时候 就为了他们这个集团的利益 其实是影响到美国的利益 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打阿富汗战争 打了20年 用了2.3万亿美金 那这些钱 实际上你用在打仗里 不是很多 很多是用在保安 建设等 即是实际上是给 美国这班军火商 安保公司等等 去赚了 那他们就 就希望一直拖下去 那越拖越多 就赚钱 但实际上 你对美国有什么利益 所以 拜登政府才是下决心 即是决断地撤军 那你实际上 你美国也要想清楚 到底是战争使你美国繁榮 还是说你通过科技 通过其他正常的贸易生意去做 所以军功复合体 我觉得它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黑社会 有权有势有钱赚 但如果大家看看 它有几间公司有多大 你想一想 大家可能不太在意 有个说法 网上有个说法 就是说 这些公司 即是做军火的公司 是聘用了美国目前的工人 大概三分一 这么多 有没有这么多 大家要想想 所有军火 即是美国军火 所有的生产基地 全部都是美国 其实你什么都没有 除了主要 都是做这些 当然 例如Baring 钢管 那些是否又是美国 也是 基本上 你全部是军火业最大 最多生意做 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你告诉我 美国是否被它带走 那你又告诉我 可能这个俄乌战争 还有多久要挨 可能要越打越来 很多人计算 特朗普上来的时候 特朗普知道 这个军工企业 其实是 对美国是一个伤害 是 他要改革 他竞选的时候 他提出要改革 但是他上去了 他都不敢用 因为他的班子里面 多数都是做过军人 是 做军人 你要靠军人 即是你 枪杆才出政权 所以你看看都是这样 有些人说到 金乃迪被暗杀 为什么被暗杀 他早就说定了 就要停止这个 越南战争 所以就是 被一些阴谋者 叫人杀出去 跟这个军工业是有关系的 是不是 大家都没有人知道 但是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 就是 美国的军工业 那个力量是多大 尤其是去到现在 就是 大家现在这样影响下去 原来看看 哇 扎伦司机 今天我要什么 明天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 他要什么 其实大家不察觉 一察觉一察觉 就发觉 正 但是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一个是刀片政策 什么是刀片政策 你买剃酸 你买剃酸 你买剃酸器 是很便宜的 但是你买刀片 很贵 很贵 你现在呢 简单说 现在要买一套 爱国者3 的飞弹系统 当然贵 因为你没有什么机会 用 但是有仗打的时候 系统可能很便宜 但是飞弹可能很贵 你不是说 你试图塞些东西 就擠得出去 或者 现在讲的什么 全部都讲的 precision bombs 就是精点 它自己飞出去 自己懂得跟踪地点去炸 就是自动沉滴 周先生你先说一件事 非常重要 你现在美国的军工企业 是占了现在美国工人的三分之一 就是一般的 做小衣机 做汽车 本来是汽车 美国全是外面 Tesla也是中国做 所以它要减低失业率 要美国本身的工业重新起来 它一定要扣发 所以乌克兰战争 就像你所说的 一定会出 有排阶 大家有排阶 油价继续会高企 食物粮食也有受影响 这个是什么呢 其实是因为 美国的军工业 是有很大生意做的 在美国的利益之下 这场仗要打下去 它无限的支持 死了多少人 乌克兰基本上 总统没什么所谓 总之你死 我有军事用就可以了 是不是有些唏嘘 悲剧 今天说到这里为止 拜拜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 赞好 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部 帮我出声频道 按这个小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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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